今天齁 我上次堂課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這個是祖師爺流傳下來非常好的東西 那我有寫文章 我說大家啊 做佔寧年隨啊 都練錯方向了 對不對 所以不能用 因為我們現在的推手都是這樣 他這樣子敷著 好 一開始 我就把對方發出去 好 所以我們來做一次 開始 好 你看 就開始量半比例氣囉 對不對 著力了嘛 對 好 再來一次 你看 我要洩荒 我再做一點洩荒 他就沒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這樣定的規矩就很容易 造成頂嘆 那太前面講的是 詹是無力的接觸 連是我順存背 一接觸以後 你看 我扶著他了 他扶不住我 手怎麼跑 你看 通通都被我克制住了 你手怎麼跑 都跑不掉 你看 怎麼跑 看沒有 是不是 他手怎麼跑 都被我粘連住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粘連 這個叫做連 我順人背 連然後一繼續 他怎麼走 我能跟 這叫做連續 隨 就是順而動 成而動 對不對 在陰敵城裡 如悔 如水聲波 然後走到這邊呢 你看 砰 就出去了 打出去了 對不對 勾起 波這樣子走 出去 砰 摔 對不對 這叫如悔 如水聲波 再連連水 所以太極神的水有分合級的水 還有分級的水 分級的水 它打一個前來 這個就叫沾連 就順勢打 它勾拳 就打下去 那這個就要擋住了 再劃一次 再上來 砰 就下去了 對不對 你看 連續做了無數個 沾連連水 不管分級回去 當然可以用 只是說你會不會用 那這個我們走 沾連連水的時候 他要走 連腳 要走 這個 連軌 連軌的軌跡 那在這裡有一個什麼叫做 平行聖 平行開腳聖 然後呢 有捲落拆點聖 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繞環聖 對不對 繞環聖 對不對 然後隱落聖 隱落聖 對不對 那這五個東西 它不是單獨成立的 你在運用沾連連水的時候 這五個東西 你要融合在一起 同時在做 然後在這裡面 取連腳 就是0.1公分 一大度 我就是聖他的臉 他就被我刻住了 他怎麼動都動不了 那連腳有個連軌 連軌就是走斜線 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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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怎麼走 我就是走無數個斜線 你看 我只要保持那個連軌斜線 他就刻住 他就反不過來 他就一直被我吃著 對不對 那 太拳的佔連軌是怎麼樣 連軌的瞬間 0.1秒 砰個出去了 沒有給你再玩連個10秒 20秒 30秒 而這個一連軌 就摔了 你看 是速度這麼快的 懂嗎 那我們在連軌的時候 一定是要連成開刺 遠離他的身遠這裡去 或者是別刺 讓他的力量出不來 對不對 別刺就去打他 是不是 開刺 一開刺 我就可以隨時摔他 或者是隨時弄他 不能太用力 手會斷了 小心 開刺 摔他 對不對 或者走 這是內門 走到外門的開刺 勤摔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 這種變化 那是什麼呀 因敵成體 不是我想要怎麼鬥就怎麼鬥 是他給我什麼體 體就是指他攻擊的態勢 他攻擊的形式 那他的形式正義是這樣的 如果我順著他的正義 就是同行 取同行以後 我就可以進來 反攻擊他 因為他的力量進去就老了 他就不會去 就不容易再變化 或者我走外門 他的力量來了 我走一個外門 這樣子 砰 攻擊他 或摔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原室 戰略年室 要先破壞對方的形 不是破壞他的打擊 當你把他的形破壞掉了 他就沒有辦法去打擊你 所以我們才有講說 有在戰略年室 在做推手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他別刺 或者是開刺 你如果讓他走回生命點 那他又可以打你 那這只是一個循環 問題是在戰略的那一刹蠟 你要怎麼扶手住人家 那你要走四張點 手上有四個點 我不跟你說 你要一扶走那四個點 四個點怎麼走 就扶人家 然後最後要練到高端就是 除了四個點以外 手上 走到哪邊 不管黑肉白肉 通通都是點 不一定要靠那四個點 你通通都會走 他沒有 走都會走 對不對 你看 是不是都會走 踩裂 走 靠 這樣 你都要會走 對不對 是這個時候 你的膚蓋對吞 你的戰略黏水 才算是完成 OK 好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講無力技術嘛 修復說你看現在他壓著我 壓著我的手 我們一般人都會去頂看他 用力推 如果對方力量大是推不開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走隱落 你看我隱落他 你用越大力越好 你看 隱落 就開來了 看到沒有 我只做了一個隱落 他壓我在哪裡 你看我這樣隱落 是不是可以軸擊他 也可以摔他 然後你看 壓我 我這樣隱落 是不是 他要跑 我不讓他跑 就摔了 而且我現在做的動作是非常慢喔 如果我做快動作 大概就是叮 半秒或一秒 砰就下去了 所以太拳速度 我現在是因為做示範 所以我現在都是屬於非常慢的速度喔 如果真的是快速度的話 他是幾乎沒有辦法反應的 砰就下去了 OK 懂嗎 OK 好